黃之鋒為了黑銷售本監獄日記 簡直可以說是鋪天蓋地 每天不斷數臭懲靠署 轉頭這兩個人 在反新界東北撥款衝擊案 剛剛保釋了 就馬上上電台亂說 不斷抽政治水 我和Lester 其實當天就在公民廣場 我們就坐在周永康旁邊 為什麼你選周永康來告不告我 不告我 之鋒還是周永康那件案 根本就是他的政治檢控 政治檢控 你自己不合做國嘴 黃浩銘仍是用政治檢控這一招 夠不夠一點 有沒有誠意 雙學三子由被人告到保釋出來 每次都老屈政治打壓 政治檢控 都沒人相信 你和何傑雲還繼續這樣說 真是以為說一百次 人家就信嗎 況且你所說的什麼什麼 是周永康旁邊 都不告你的所謂說法 邏輯超錯 正正就是因為不是政治檢控 每樣東西都要說證據 才告他不告你 再說 麻煩你們兩個睜大眼睜下 超多超多中外法律界權威人士 講過N那麼多次 根本不存在 是不存在政治檢控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說 這件案涉及暴力 亦都有人受傷 判決是建基於法律原則 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 亦都講過 政治檢控的說法是毫無根據 荒謬 而且不負責任 還有幾位前任和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都不認同政治檢控 講到尾 香港司法獨立的制度 是數一數二的 麻煩你們不要再老鬱律政司和法庭 亦都希望你們可以好好反省下 自己的所作所為 以後再投入社會 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關注到什麼案太